这简直匪夷所思 大伙讨论了一下 没有结果 也只能暂时丢失这件事情不管 叶少阳让瓜瓜好好照顾陈月 潜在目的是好好地盯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 叶少阳总觉得他跟自己之间 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或者说是将来可能会跟他产生什么联系 至于皇帝 记忆中是一片空白 当然没有人是没有记忆的 就算是白痴也会有记忆碎片 什么都检测不到 更加让他们怀疑 或许是圣灵会用了什么秘法 洗去了他的记忆 虽然听上去不大可能 但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早上吃了宫里的玉闪 叶少阳带着小马一干人 前去寻找自己的法器 张无声则带着自己的几个弟子 留守在皇宫 等他们回来 叶少阳能感知到法器大致的位置 离京城应该不远 几个人步行出去 后面跟着一大批的邪武 这些都是法器丢了的 经过统计和总结 他们发现 凡是被圣灵会吸收进来的武装的 像张无声 这些人的法器多半都没丢 而且在他们的记忆中 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法器 而是因为立了军功什么的 上级奖上的 要么就是师门的长辈给的 反正总是有原因的 而那些成为老百姓的 法器基本上都被没收了 包括吴家伟的藏风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既然他们被灌输了记忆 成为了老百姓 那家里有法器肯定不合身份 而那些士兵 因为本来就需要他们来维持秩序 忍守一个克了福恩的兵器 其实也相当于是法器了 再有更好的法器 只要有合理的来源 完全不会被引起怀疑 这里头唯一的例外 就是小马 他本来也没什么法器 当初锐冷玉给他的碎魂涨 后来因为用不上 还给锐冷玉了 他唯一的本命法器 就是那块玄铁的板砖 想不通为什么还没被没收 后来吴家伟想到了一种可能 也许是因为这东西 实在长得不像是法器 被筛选的人给忽略了 这本来是一句戏言 但是大伙子一想就发现 似乎很有这种可能 小马沾沾自吸起来 越发觉得自己这法器特别 出了城之后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前往北清 去寻找叶绍阳感觉中的地点 本来叶绍阳也怀疑过 自己的感觉会不会有错 但因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几个城市 彼此之间全是大批的树林和平原相连 并没有什么东西 大批的法器难道就放在平地上不成 还有一点 我倒是不明白 你说法术工会得了这么多法器 为什么不送走呢 留在这个世界干什么 吴家伟道出了疑惑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有两个可能 一种可能是 这个世界跟外界隔绝 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法器带出去 只好暂时堆积在这里 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根本就看不上这些法器 你要知道 星月娜是轩辕山的 他那些狄传弟子 用的也都是轩辕山的法器 人间的普通法器 真的不如他们的法眼 叶绍阳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吴家伟想了一会儿问道 他们不是收买了人间很多门派的法师吗 为什么不分给他们来武装起来 傻呀 法器都是有特征的 法术工会一向不承认 他们就是圣灵会的 不管人间有多少人怀疑 只要没有证据 他们就可以不认 这种落人考试的事情 他们怎么会去干呢 这倒也是 大伙纷纷点头 小马又问道 但是有一点 小爷子 别的法器 要说星月奴他们看不上 倒有可能 但是你那几件法器 尤其是龙泉剑 就算是星月奴 也不可能不感兴趣啊 李青接过去说道 星月奴很贪的 我的炼石缸就被他给收了 更不要说七星龙泉剑了 叶少阳沉吟不语 这个问题他也一直想不明白 一大群人往北穿过了几片树林 前方是平原了 离老远就能看到一排的建筑物 小马派人去查探 回来的人说 这里曾经是一座军营 有部队在这边驻守 后来部队调去了北大营 这里就成了物资仓库 有白虎堂的人曾经在这边 带着一堆士兵看守 而今白虎堂的人都不见了 这里的士兵昨晚上 也遭到了邪物的袭击 早就没人了 被派去调查的士兵 还带回来一个消息 说是昨晚 有不少邪物在驱散 追杀了这里的守兵之后 试图进入仓库 但是中间最核心的一块地方 四面都贴着很多灵符 还有一些镇宅的法器 让他们根本就没法进入 就直接放弃了 叶少阳一干人互相忘却 眼睛都在发光 大概是没来错地方 仓库的造型就像一座巨大的挖房 上个是个坚定的 大概是为了方便物资进出 大门修得很高很阔 小马看到这仓库 第一眼就叫了起来 这不是CS里的仓库地图里 那个仓库吗 人家本来就是仓库 仓库都是一样的吧 叶少阳摆了他一眼 再往右看去 在这座大仓库的对面 有一道高高的木头栅栏 还有一排营房 大概只给之前 指守在这里的人住的 现在人去楼空了 但是营房前面的地上 跟别处一样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地上还流着一滩滩的血 都渗入了黄沙之中 还有很多残缺不全的盔甲和兵器 地上也是一片的狼藉 显示着昨晚的战斗 有多么的激烈 两扇珠红色的大门紧紧的关闭 叶少阳率先投过去 一抬头就看到了大门上方的正中间 悬挂着一块八卦镜 镜面上用朱砂写着某些符号文字 叶少阳走在眼前 八卦镜立刻就亮了起来 发出金灿灿的灵光 叶少阳立刻感觉到了浑身炙热 心中吃了一惊 往后退了少许 到了栅栏门的位置 镜面上的灵光也就立刻消失了 这是一道阵法 是针对所有生灵的 一旦有人靠近 法阵就会激活 而且法力很强 怪不得昨天那些邪悟 没办法靠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